以宣传新书知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接连两天高调上节目 谈的却离不开政治题 都没做什么都没讲 哇那种揣摩啊 议策啊 议模论啊 满天飞 这么多人支持你 你就无声无息啦 你不会台湾社会做点事 摸摸你韩国瑜的鼻子 还有没有呼吸啊 是不是已经死了挂了 满口挂心台湾 待韩国瑜若重返政坛 要重整韩家军体系 恐怕面临人才问题 毕竟这段时间以来 他的过去长官柯文哲 早已开始挖墙轿 不仅找来 曾立韩国瑜和日本学者牵线的教授 蔡曾家担任民众党副秘书长 连韩国瑜心腹黄文才 都到民众党担任媒体总监 柯文哲布局被解读 持续抢泛蓝选票 正确的讲法是 我们抢所有人的选票 从2018到现在 我个人都没有牵过韩国瑜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朋友还是朋友 我当年跟他也算不错 但后来各自有政治上的路线分歧 那是后来的事情 讲讲于柯文哲 积极启用韩正营 新北市长侯友宜 过去倒是和韩国瑜保持距离 然而若韩国瑜付出 2022T蓝营辅选 侯市长又得面对 是否同框问题 有机会跟侯长同台吗 韩国瑜我们就是 认识很久的朋友 那怎么看这个韩市长的同档政坦 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路 做自己 为自己的行为 沉寂已久的韩国瑜 大坛国阵依然是焦点 与他的互动观点 各方谨慎 拿捏利弊 毕竟不论2022还是2024 韩国瑜动向 势必影响各党布局 三选郑海中严峻强各自钢注军 台北新北 这个报道 帮助